在各个平台收听我们这一次直播讲座的家长和学生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这一场讲座会由后人的谭老师也就是本人我 还有后人的这个做职业规划背景提升这一块的 徐老师来一起给大家讲美颜申请 以及科研在申请科研项目在美颜申请中的这个重要性 按照我们常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呢讲座的几个主题的这个大纲内容会按照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节奏走 第一个呢我们会从这个美颜申请的必要性来讲一下 美颜申请的必要性呢无非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还是因为 学业升学和最终学习出来之后的这个结果产出是什么 我们多数人呢其实不管是留学还是说哪怕在国内读研究生 或者是博士多数的落脚点都还是在吃饭 也就是说就业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会今天会从就业的角度来申请 来来详细讲解美颜申请的这个必要性在哪些方面 OK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就是说 有含金量的这些数据给到大家 然后让大家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思考 第二个呢会由我这边来跟大家就是详细的梳理一下 一般美颜申请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常规的这个材料 内容要求以及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这种时间规划的 这个时间节点时间线来认真规划自己的这个研究生的申请 这样能够在研究生的申请中呢不出现任何的这个 就是说时间节点和任务带来的这个错误以及纰漏 然后影响这个研究生的录取的结果 那当然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还是也想要去就是说给到大家 我们除了遵守学校的要求和这个时间去提交申请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拿到一个更好的研究生的录取结果 这个里面无外乎好的成绩和好的这个背景对吧 然后好的材料的这个整理 那我们重点的今天会对什么样的这些科研项目 对于美颜的申请会有一些帮助 那这个美颜这个科研项目呢在美颜的申请里面 它到底占一个什么的这个就是重要性 我们会有几个比较就是说有利的这个案例来充分给大家说明 当然提到这个科研的重要性 也跟大家说美颜申请的这个必要性等等 那怎样去准备和找这个就是比较好又合适的科研项目和经历 那么呢也是我们今天讲座会讲到的另外一个话题 那需要这边会针对于就是一些科研项目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内容 那个项目做一些比较和对比 这样呢今天在座的听讲座的人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收获 就是说我在铺天盖地的互联网的这么多的信息海洋中 我在选择项目的时候 一些什么样的判断标准和怎么样来做自己最后的这个决定 OK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座会有的这个内容的一个梳理哈 待会我们一个一个来然后今天讲座老师刚刚稍微也介绍一下 我是后人的谭老师 然后呢今年其实我在后人工作的第11年 一直呢是第一线在服务学生和家长 同时呢跟美国本土的学校进行直接的联系和沟通 因此呢在我的个人的工作经历和生涯中呢 是能够遇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学生和家长的这些情形 然后帮助学生在这个美国进入到美国留学和成功的在美国留学 有很多一线的这个实战经历 希望呢能够在今天的一些这个就是讲解和案例的分析中呢 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有效的这种干货信息 那另外一个老师呢是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职业规划的和背景提升的这个导师 是徐老师Olivia 那Olivia老师你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谢谢唐老师 大家好 我姓徐 我是专门在后人这边 主要负责咱们所有学生的背景提升 以及学生的就业规划 那么我们部门这个通常都是跟安卓老师部门来通力合作 这个首先就是如果大家来到美国的这个求学的这个目标 有本科有研究生 那大家都需要背景提升 那么再往后去规划的话 大家有这个就业的这个规划 我们都会通力合作来帮助所有的学生和家长 后人呢其实在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哈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就是 而且是坚持到今天一直都在坚持的这个教育理念 我们呢会认为就是说不管我们是高中生本科 还是本科生研究生 甚至要申请直播的这些人 你成功的拿到了美国的或者是这些高校的录取 其实并不是留学的一个成功 申请只是你走的第一步 所以呢我们一般会把这个规划的路线看得非常的长 只有当你在学业学习没有问题和顺利完成的情况下 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就业的这个规划 以及最终学业和就业一起才会让你真正有这个留学的成功 OK 它不是因为你拿到一个录取通知书 所以呢就证明这个学生的留学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同时呢也因为在十多年的这个就是教育的实战中呢 会发现高校的这个高排名的学校和 基本上是我们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高排名的这个学校和院校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说契机 但是呢我们任何一个选择去任何学校读书的学生 他都应该是就是匹配成功的那种是适合型 就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学术范围内的学生 那么呢你去找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项目去进行学习 然后去发掘自己在专业领域更大的这个潜能 这样才会让你在学业上有更多的成功 所以呢我们更希望就是说我们申请高排名的学校的同时 然后呢去找适合自己的学校专业和项目 然后让自己在美国的学业有这个成功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去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职业路线 这样才是最终真正的这个成功 陈昂老师今天因为个人还在这个中东地区出差 确实也是挺忙的这个就是老板对吧 他虽然今天没有参加今天讲座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时间每一个星期 接受这个单独的一对一的这个咨询 那同时呢每一每个星期的每一天 我们在成行说留美的这个就是公共账号啊 都会有到不同话题的短视频的这个发布 所以呢大家可以点击成行说留美进行订阅 里面的内容呢都是非常实打实的这个干货 陈昂老师呢也是致力于做这个短视频呢 也有很久很长的一段时间分享的内容都是非常窃点的 而且针对于一些细小细节的问题都会有一些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免费订阅这个成行说留美 加关注一下正题内容 关于美颜申请的这个必要性 刚刚有提到从就业的角度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就把这个话筒给到徐老师 对好的 行那咱们先看一下一些数据的分享啊 那么这张PPT呢主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选择读研究生啊 其实是对咱们未来比较长线的一个职业发展 然后包括可能你的这个 如果说咱们大家想要在美国哈 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立足下来是一个打基础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到咱们的这个根据学位的不同啊 这个表上的左边蓝色的部分呢 跟大家介绍的是周型这个中位数 那么大家可以自行乘4 就是咱们的月星啊 自行乘12就是咱们的这个年星 那么可以看到硕士学位呢 它的这个周型中位数有1661美金啊 然后学士的学位呢是1432美金 所以这个工资的高低呢 肯定是咱们学术的这个范畴之内 曾经付出的越多啊 你毕业之后你的这个起薪啊 然后包括啊你的这个月星年薪啊 肯定是都会高于这个低一些的学位 比如说说是学位啊 学术学位啊 以及更低的啊 复学士学位 然后在失业率这个层面上呢 最近大家总是听到啊 裁员裁员啊 前一阵子谷歌又裁员了 林音又接着裁员了 然后甚至谷歌这边呢 也裁掉了很多的他们的这个 HR的团队就是专门招人的这部分人 他们给裁掉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预计未来在这个短期之内吧 甚至是几年之内 不再会有扩招的这样一个动作了 他们觉得现在的团队啊 甚至说可能还会裁员哈 但是现在的团队已经足够完成他们几年之内的这个目标 所以就是把整个的HR的团队给裁掉了很多的人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失业率这个问题 那么咱们可以看到 就是随着你的学位的这个越高 那当然如果说你博士出来的话呢 你的这个专业的所替代性就会越来越低 那么你的是个失业率 其实也就是专业替代性的这样一个体现 你学位比较低 哪读的人多 你就被替代的这个可能性 就会比较的高 那像这个比如说像学士学位或者副学士学位出来 能做很多business相关 就是商业相关的这种职位 但是呢 咱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裁员的话呢 首要的部门也是这个部门 比如说像HR部门也是位在这个里面的 那硕士学位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 这个失业率以及在网上 专业学位啊或者是博士学位呢 它的这个失业率就会相对来说低一点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建议学生去学专业 或者说我们在建议学生去写简历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通过你的这个学位 能够展现出来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就是我学这个东西 学出来之后 我这个不能够随便被别人所替代 尤其是像咱们的这个国际生 你可能是更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人家还要在你的这个不可替代性上 又要加一层这个考虑就是 为什么我要雇你而不雇一个美国人 对吧 就是你的这个你是 你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不可替代性 是为什么超过了美国可能同专业的这些人 OK咱们可以看到下一页 他老师有补充的随时随时说 好 然后咱们这一页的话呢 主要是来跟大家说了 可能是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啊 在初期你选专业的时候 不太考虑到的 因为是比较后期的了 这个所谓的H1B呢 它是在美国的一个工签 那么它的这个阶段是属于 咱们先拿到学位 然后咱们要去申请这个工作许可 就是这个OPT 那你在这个OPT的期间呢 公司是可以去sponsor 就是支持你去抽这个H1B工签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这个数据啊 这都是移民局的数据 大家可以就是在网上 这都是公开的 OK 那排名第二的就是这个中国 咱们的学生是占到了整个啊 抽H1B总人数的12.5% 那么去年的话呢 移民局是一共发出了 44万份的H1B 这个工签的数量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 就是说呢 它这个抽工签呢 虽然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跟中奖一样的 它没有太多你可以操作的空间啊 你就是进到这个池子里 然后等待被抽取 但是这其中呢 本科和研究生的抽法 它是不太一样的啊 那本科呢 它是会先跟研究生 及再往上的学历 就比如说还有博士等等的 咱们是一起先抽 这个6万5千个名额 然后啊 这个抽完了之后 美国的这个研究生呢 以及再往上的学历 没有中签的人呢 他可以再单独的去抽取 两万个名额 所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轮次哈 以及这个名额啊 就是能够表明出来 是咱们研究生 在这个中签率上呢 是比较高的啊 当然也有人统计过哈 就是研究生这个学位 极其以上的学位哈 它的中签是能够达到 百分之四十多啊 但是如果是本科省 去参加这个抽签的话呢 它的啊 中签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多啊 是这个翻倍的 所以如果说 咱们长远的去考虑 我的这个就业的问题的话呢 啊 这个研究生是 比较有这个优势的啊 在整个的抽签啊 包括你的薪资啊 包括你可能找工作的 这个维度上 都是占优势 OK 好 刚刚徐老师呢 其实分享的这些数据啊 包括前面这一页 都是来自这个劳工局的 这个数据 所以其实数据 从这个公信度上 和这个 含量来说还是 就是还是非常有 这个自己的 这个含金和公信力的 OK 那当然 从基本的数字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里看上 两千零八十三 两千零八十 这里说的是周星 也就是说 一个星期的 这个薪资 不是说 两千多美金 看上去是不是 一个月之类的 这种 所以大家要特别 就是看一下这个细节哈 所以这个费用 工资来说 其实并不是那么 就是看上去那么的低 因为它的这个计算方 这是以周围单位来计算的 然后呢 提到了这个 就是说 看上去说 中国学生为五万多 然后只占总数的 百分之二点五等等 然后我也知道 最近呢 有很多学生和家长 就是焦虑于找工作的时候的 一些这个现实问题 提到 就是说 美国抽签很难 然后最终呢 又留在美国的人 非常少 甚至可能顶多 就充其量百分之十 百分之百的 中国留学生 到美国来读书了 充其量呢 最终可能就有百分之十的人 顶多顶多 留在了美国 但是其实呢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数据 它有不同的解读方法 百分之十 可能是说的 比如说有些人 是通过工作签证的形式 留下来的 但是 有很多像 硕士或是博士的 这种 就是学位持有者 也是留学生来的 对吧 但是他可能并不是走 工作签证的方式 留在美国 OK 他有别的方式 在这里能够 比如说特殊人才 特殊人才等等这种方式 能够在这里 就是说去 有这个职业的 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 高的这个学位文凭 确实还是 更加的有竞争力 和吃香一点 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在西雅图地区 当然我们华盛顿州呢 确实是 整个美国来说 受教育水平 平均水平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地区 确实一走 推开大门 可能 左右街坊邻居 基本上大家都会是硕士 或者是博士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 出身的这样的背景 所以呢 如果你要有比较好的 这个之后 有比较好的社区资源 或者是城市生活条件 等等这些 那你可能呢 就需要在各个方面 确实也得在自己的背景上 要做一定的提升 OK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 美颜申请材料 和这个规划时间线 我先来说一下时间 因为呢 其实现在我们在的这个 十月中旬的时间节点呢 十月中下旬吧 其实已经是2024年 秋季这一波研究生申请的学生 他会比较就是说 着急的一个时间了 OK 通常来说呢 如果你要升的是2024的秋 那么呢 我们一般最晚 学生你应该在 今年的8月份 9月份的时候 那些基本材料 第一轮院校 你心里应该有个单名单 基本上你都应该还是 就是说有个底了 OK 这样呢 在秋季学期 因为8、9月份开学 这样的话呢 每个学校呢 基本上他下一年的 这个申请的端口 学校已经打开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你按道理是要开始 启动往生了 OK 基本材料到位 那现在在10到11月 这个时间节点呢 我们不管是要GRE的 还是说你是 国内或者是其他国家和地区 不是在非母 英语不是母语的国家 读那个本科的学生 你要申请美颜 对吧 或者是江大等等 这些地区的研究生等等 那你应该这些标准化成绩 除了GRE 还包括像托福这样的 分数成绩 你应该呢 也是要准备到位的 OK 你实在是还没有考出来 或者是分数还在刷新的过程 我也会建议你 在今年的这个感恩节之前 你应该要把它刷出来 OK 因为多数有一些学校 确实在11月份 或者是12月初 它是它的这个首轮截止日期 那么你的这个分数 就应该在它的这个 节日期之前 确实也出来 把分数送到这个既定的 目标学校去 OK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里面 除了你送分 你当然你完整的一个申请 肯定还是要包括 你的这些文书啊 各个方面的这些材料 后方是呢提交 对吧 所以这是10到11月份 那有一些学生呢 他可能就是像 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 还是会遇到一些 这个学生和家长 来咨询明年秋的 这个研究生 他现在才决定 或者是他之前想了 但是呢 他没有做好决定 刚刚才想明白说 我还是要读研究生 或者是我最近 在找工作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啊 老师我要做一个 保底计划啊等等 对吧 那如果是现在才开始想 那你现在呢 前面两个基本材料啊 网生啊 这些东西 没到位的话 你那你从这个时间节点 你得加倍的去做 除了你平时 要做的学习以外 你还把这些事情 也得加进去 确实呢 有那么一些学校 确实是 它的截止日期 可能是在明年的一月份 或者是甚至还会有到 甚至明年的三月份 因为很多学校的研究生院校 在录取和申请截止的时候呢 它划分为所谓的 优先截止日期 一轮二轮三轮 然后所谓的滚动式录取 滚动式录取就是说 它没有既定的这个截止日期 一轮二轮三轮 它如果分了几个轮次 那它可能会在一月份 设一个日期 二月份设一个日期 三月份设一个日期 每个日期呢 就看学生的这个提交量 通常来说呢 我一般还是会鼓励我的学生 尽早的提交 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是叫做一个容量问题 你越先交过去的这个申请 它都会提前的给你 就是说去完成这个审核 只要你在它的第一轮 或者是首轮的截止日期前交掉 那么它会按照那个批次的截止日期 然后你给到它八到十二周 顶多八到十二周 有时候出结果 四周可能都会出 看学校的就啊 人手问题 它会把这个研究生的录取结果给你 它在前面这几轮 如果已经招满了人 打个比方 某个学校的计算机 这个专业对吧 他们需要师资力量 它呢 每一年的研究生的这个招生 可能师资力量下来呢 大概就是招七十个人 它如果在前面的首轮 或者是优先轮 已经招了五十个人 而且这五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四十个人 是表示会去这个学校的 接受了它的这个录取 那么即使你后面 哪怕还有三个月到四个月 到最后一轮的截止日期 后面也会因为 所谓的这个容量问题 它招不了那么多人 那有些学生确实 一直拖拖延症 拖到最后才去交申请 而且后面的申请堆积的非常多 那你的这个竞争优势 就会不太明显 因为前面可能 两百封申请中 它发了五十个录取 但是后面可能一千封录取中 它只剩下三十个名额了 OK一千封申请 只剩下三十个名额 对于你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一定要提前去做 那对于那些刚刚决定 然后呢 又决定要去申请研究生 可是呢 手中又没有太多的 这个就是说 先前的准备 你除了工作量 要提大以外 要提升以外呢 还是说 你为了提高自己的 这个申请的这个结果 和这个好 去录到好的这个学校的话呢 我也还是会建议 你在今年的十月份 到十一月份开始 你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空白的背景 去做一个补充 这个里面的补充呢 除了你本身 自身的这个学校的学习以外 还包括 我们待会要提到的 科研和这种实习的项目 OK 我们今天重点讲科研 当然 因为呢 科研来说的话呢 一般它的周期 会比较短一点 会非常适用 你就是说 你的研究生的 这个申请的需求 而且同时呢 本身确实很多 研究生的项目 对吧 它很看重 学生的研究性的 这个研究的能力 那么你去做科研的项目呢 然后教授对你的科研项目的 这些反馈啊 还有推荐啊 和评价 确实 如果你能够 很好完成科研项目 拿到很好的推荐和评价 那么确实在这个 研究生的申请里面呢 是可以给到加分的啊 所以呢 这个是 你 大家如果确实 刚刚才做这个决定 然后呢 又想是你年秋季 那你还可以弄 对吧 但是整体来说呢 我不是那种特别推荐学生 去临时抱佛奖的人 我还是希望 如果接下来 今天再听讲座的 还有其他的是 后年和大后年 要去升研究生的这群人 你们呢 也可以尽早的去考虑这个事情 不要非要等到大四 开学了 才去思考这个问题 OK 那当然 一般呢 刚刚有提到 呃 11月份 到这个就是明年的 23月份等等 对吧 它有不同的这个 批次的兼职日期 所以 你们尽可能的 可以在这个期间 去交所有的申请 同时呢 你也可能 就是在这个期间 一边交的时候 其他已经交了的学校 就同时也出了这个结果 一般呢 出结果之后呢 会给到你 呃 看学校的 有的学校可能给一个月 有的学校可能甚至 比较急的那种 可能给你两周 甚至是 也有可能就给你一个 固定的日期 比如说4月1号 5月1号 你得给我一个最终的结果 你是 呃 到我录了你 你来不来 对吧 就这个问题 所以呢 通常呢 这个时间呢 基本上会是在明年的 3月份到5月份 常规来说哈 呃 当然那些 呃 发了录取之后 要求你两个星期内 给决定的那个 就可能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不是普遍现象 OK 是特殊的这种情况 一般到了5月底 6月初 学生呢 在美国读书的这一群人 基本上 学期之也好 学技之也好 已经走向大四尾声 然后做这个毕业典礼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是 就是决定好 这个院校 把押金交完之后 那么你们就可以去开始做 220啊 还有整个大四完整 那个成绩单的这个提交 如果这个学生是在 大陆读本科 对吧 那可能毕业的时间 其实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呢 你们呢 不用去转220 但是你们也需要 在这个时间节点 跟学校确定好录取之后呢 去拿到这个220 这样呢 你们可以拿着220 在这个5月份 6月份的时候 去预约夏季 高峰期要遇到的 这个学生签证 早点约 这样呢 去申请签证 然后呢 8月份或9月份 就等待开学啊 所以 这个是咱们要把握的 一般来说 非常常规的一些材料 包括 这个 护照复印件啊 美国的签证的复印件啊 如果你是在美国读本科的 一般有这个 有这些内容 如果你的本科 不是在美国读的 你前面的这个 复印件 护照的复印件 肯定要有 但是签证复印件 不要求你提交 因为你没有 OK 学校 学校一般 就是在美国读本科的人 你也会有这个 R20 不是美国读本科的 你没有这项材料 没有关系 OK 但基本上来说 你本科的成绩单 肯定要有的 不管你是在哪国呀 读书 对吧 学位证啊 等等这些 研究生成绩单 有些人这里 为什么我说的 如有呢 是因为有些人 其实是把这个研究生 当作第二个硕士来生 他读了一个 他要读另外一个 对吧 读第二个 专业不同 方向不一样 为了就业啊 等等都有可能 成绩单 OK 托弗亚斯成绩 二选一就行了 GRE GMAT 或者勒赛斯 这种的话呢 是针对于法学院的 GRE GMAT呢 看你的专业方向 也当然呢 近年 近几年呢 由于疫情啊 很多学校 把这个GRE GMAT的分数呢 定为 选择性提交 或者是我们不需要了 对吧 那这个就看学校 但是呢 一般学生如果 想要去冲击 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名校啊 或者是好一点的 这种有含金量项目 我确实还是会 建议学生去考 那当然还有一种类型的学生 你要不要考GRE 或GMAT呢 取决于好比方说 有些人来咨询的时候 就会问我说 谭老师GPA呢 只有两点几 或者是3.0左右 但是呢 我的目标呢 还是心里有一个 名校的这个想法和目想 对吧 如果你的GPA的这个成绩 是有一定的硬伤的 我会建议你去考一个GRE OK 做一个硬秤 来证明自己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学术学习能力的 OK 这也是一个补充 所以呢 不要到时候 GPA成绩不太好的情况下 想要读名校 但是呢 GRE也不考 那你的这个选择 那可能会很少 OK 然后推荐新闻书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常规的一些要求 整体来说 如果要申请研究生 几个方面 基本上就是好的成绩 好的标准 好的这个标准化考试成绩 和好的这个背景 好 今天来说一下这个 然后我来分享一下 几个这个案例 来说一下 为什么科研的 对于这个科研项目 对于美颜申请的 结果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个呢 是之前徐老师 他们在讲座中 使用过的一个 这个材料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 就是他们部门的同事呢 确实 针对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歌大也好 西北大学也好 卡内基美龙啊 等等对吧 这些学校的 学生的这个简历 研究生的这个简历 通过简历的这个 就是说阅读 然后呢 去倒推学生 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他本身已经具备了 哪样的一些这个经历 然后拿到了这些学校 非常好的录取 这里的学校呢 是包括 哥伦比亚大学 西北大学 和卡内基美龙 然后专业方向 有经济呀 然后工程类 以及这个商业分析 数据这一块 那其实呢 这些都是 非常顶尖类型的学校 和就业型 就是就业还比较有优势的 这些专业方向 对吧 从这个数据上来说 基本上多数的学生 他在申请这些学校的时候 已经都具备 两到三段的 这个平均数量来说 两到三段的 这个实习和科研 但是有一点哈 我们确实还做了 进一步的这个数据分析 就是说 如果是说到实习的话 其实这些学生的实习公司 并不是说 多数是来自于大公司 其实三分之二的 这个实习的经历呢 其实来自于中小型公司 所以呢 也解答了一些人 在准备研究生啊 或者是本科 求职规划的时候的 一个疑问 是不是只有大公司的经历 才会被好的学校所看中 这个答案是 不是 OK 这个答案是否 但是呢 你做 你不管是在大公司 还是中小型公司 你做什么事情 和你的专业的相关度 是什么 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是搞金融的 对吧 或者是你在银行工作 你在中国银行也好 还是说非常牛逼的 这个银行 你如果只是做前台接待员 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你要去升 什么金融专业 这个来说 其实可能这个相关度 还是太低了 但是即使你可能是在一个 很小的这个金融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风险 投资啊之类的这种公司工作 但是你是跟他们项目组 一起直接去处理和金融项目的 那可能不会因为是中小型公司 那你这个经历不值钱 反倒是因为你做的是 正儿把经的真实项目 那你的这一段经历非常有含金量 当然这个下面呢 就是科研也是同样的 大家你看各大的话呢 三次三次两次的 这个平均水平的人数 其实都是非常高的 这个比重OK 包括像卡内吉米龙啊 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是学校来的 这个真实的这个入学的学生 的这个背景情况的一个数据 给到大家 如果你们的一个目标 也是这一类型大学的 这个就是升学目标的话呢 那大可以呢 就是看一下这些学校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去看看自己的这个背景 是不是跟平均水平有所接近 如果是 那么你大可能可以把这个学校 列为你的申请名单 但如果你跟平均水平差太远 你又没时间了 那有可能呢 你只能把这些学校当作 你的冲则目标再升了 如果你时间还有空间操作的话 那你就去拉近自己 跟平均水平的这个差距 OK 好 一般的科研呢 我会跟学生说几个渠道 去找自己的科研 你是不管你在哪个学校读本科 你可以是国内的学校读本科 也可以是在美国 或者是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 一般 首先一 你读某一个专业 或者是你研究生的 跟你的研究生目标专业是对口的 那首先一 本校的校内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优势呢 尤其会体现在美本的一些学生身上 学校的多数来说 很多学生在大二和大三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具备了 这个初步的一些专业基础课的 这些知识了 还有课程学习的那个记录和经历 对吧 很多他的认课的这个教授 其实手中可能就是有这个 在进行的这个科研项目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学生其实我是很鼓励 而且确实在我过去几年的鼓励中 我的一些服务中的学生 通过这种方式就拿到了 自己本校的学校教授的科研 那个项目的这个录取 然后呢去帮教授做科研了 那大二和大三都是 你如果是大一呢 除非学生的这个学术 那个背景 那个经历非常的强 否则呢 大概率的教授可能看不上你 但是你可以尝试 对吧 学校的这个资源呢 没有就是别的巧 一个呢是主动直接去跟教授谈 第二个呢是学校 其实官网中 去搜所谓的这个叫做research lab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信息 有很多学校包括像WashU 对吧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还包括像UC 戴维斯等等 还有SD等等这些学校 我都是帮学生走过这样的流程 直接告诉他去哪里搜 搜什么的关键词 你觉得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学生一看 发现这些信息 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之前呢 就没有想过 可以随随便便找到这么多的一些 就是在招 在招人的这种就是实验室 那所以在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如果是没本的学生 可以好好把握这一点 你的学校的老师 其实尤其是你的任何老师 他会因为你在课堂上 或有这些记录的 他甚至会给到你一些答复 我是要你还是不要你 我要你的话 有一些什么样标准对吧 他的这个回复可能会 是相对来说 在所有的这个回复准备里面 最有效的 而且最及时的 当然如果某个教授不回你 那也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教授做科研确实太忙了 对吧 可能又看不上你 然后呢就默默地拒绝你了 但是你可以继续努力尝试 那在这个校内资源的 寻找的基础之上 你再去看外校的这些资源 尤其是你如果校内的资源 都没把握好呢 你就直接跨过第一条 去找这个第二条 校外的这种资源 你又不是别的学校的 这个学生 教授其实都对于你没有授课 或者是指导的义务 对吧 说你特别厉害 对吧 或者是你未来对他某个方向 特别感兴趣 你对他的方向特别感兴趣 你某你未来的时候 可能想到他那去做博士等等 对吧 但那个时候你基本上 还是具备了很高的 这个学术水平了 那你可以去给他 去做套词去套进 对吧 那可能呢 人家会给到你回应 但是呢 外校资源 比起本校来说的话呢 没有太多的这个回应义务 然后你水平 如果又不太行的话呢 其实可能多数 确实会石沉大海 但是呢 其实我还是会鼓励 学生去做的原因 是因为 一 确实也有学生找到了 对吧 这是事实 第二个呢 就是你通过不断的 外联的这种沟通 其实对于你去搜索 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确实是一个锻炼和提升 当然你也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 就找到了你的机会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有一些教授的 这个独立的项目 回头呢 这些教授呢 其实可能 包括我们机构 和别的机构 甚至也都可能有 对吧 会有一些像UC啊 或者是卡梅啊 还有像这个约翰霍布金斯啊 等等 这些教授 他自己可能会利用 自己的时间去带这个课题小组 他在带课题小组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带自己本校的学生 也同时呢 扩招外校的这个学生 那这些项目呢 也是会有这个 他的在观望也好 还有说教授 如果有认识到教授本人的话 可以问到的话 确实也能够 去参与到这些独立的项目的 其实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有很好的 能够表现出自己科研的能力 和完成好科研的项目 对吧 教授看到了你的 这个平时的表现 那你的这个推荐性 其实一般来说 还是不会太差的 都还比较好 对吧 那机构手中也好 还是说通过自己去找 一般也都是能够找到 这种教授的独立的 这个项目的 那 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 其实 这个第一个例子 其实我不太想讲 因为我觉得 我想先讲这个比较好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 上一个年度的研究生 的这个申请和录取中呢 有一个大满官 应该是 OK 这个学生 麻省斯坦福普林斯顿 基本上确实 还包括他自己本校 都录了 他当然其实还生了 像UCLA这样的学校 OK 只是我没有写在这个PPT上 他自己本身呢 是在卡内基梅隆读 这个金融 搞金 搞金术的 GPA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 是一个完美的学生 应该说 他GPA是4.0 就意味着 他从大一 踏进卡内基梅隆 到他毕业 他没有一门科 不是A 全是A 对吧 他考了一个329的GRE 就是这个GRE研究生 入学考试 这个分数其实也挺不错的 满分300次 考了330 329 接近330了 所以呢 这个分数来说呢 其实也还非常的 能够匹配 他的这个满分的 4.0的这个GPA 学生非常的 就是说 是一个目标 非常明确的一个学生 孩子 OK 从踏进卡内基梅隆开始 就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 而且这个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OK 所以呢 他就是从最开始的学校的这个 教授的这个项目开始做 OK 校内的这个科研 大一大二 一直都在做 OK 数量不在少数 同时因为随着这个学术课程的学习 还有学术能力 以及科研能力的这个提升 当他的这个背景被丰富起来的时候 简历的内容肯定是可以被堆积起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拿着一个比较有丰富经历的简历 去到公开市场上去做求职也好 还是说投实习的这些简历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比较的 就是说水到渠成的 拿到了他该有的面试和录取 所以整个本科期间除了科研以外 还做这个实习金融企业的这个实习 因此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对这个学生的指导 确实是一个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 虽然不能说 这个学生肯定本身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老师的这个指导的这个跟踪的 这个频率也好 还是说方向也好 也是非常正确的 对吧 所以这一个学生最终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 录到了自己非常理想的这一些 所有的这些学校 马省斯坦福也好 普林斯顿也好 其实马省也好 斯坦福和普林斯顿这一类学校 我们通常在咨询的时候 任何一个学生你的GPA是4.0 但是这一类学校呢 它本身也是4.0加的这一类学校了 对吧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直接说 你一定会保证被这些学校录取 但是确实有了这些课外的这些项目啊 或者是背景的这个加持 最后的这些录取会比较的水到渠成 OK 所以这是一个大难关的一个案例 但是呢 不是说每个人一定都是4.0的学生 还是说我不是4.0 是不是我就没有希望 不是 讲这个案例主要是说 当你的成绩有一定的这个成绩和背景项目的这些匹配的时候 你就一定能够找到就是符合你水平和高水平的这个学校 而且是拿到他们的这个录取 而且是不止一个的录取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把时间继续交给这个徐老师来说一下 怎么样来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科研项目 那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个科研项目的重要性 然后市面上确实有非常多类型的科研项目 所以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来也来探讨一下吧 就是哪一些科研项目可能是更适合你的 因为没有说哪一个项目一定好或一定不好 就是最主要的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这个阶段的 最能促进这个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成长呀 包括你身体研究是那个成果啊 那么咱们首先就是要区别一下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在学校之外 或者是学校内的教授一样的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科研 而非我去在学校内去选一个相关的课程 这个其实是这个科研优于你所有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决定去做 它一定是能够给你带来额外的一个收获的 那确实是你在做科研 其实我们很多学生的反馈都是说 科研它区别于行业内的实习的一个很大的点 就是科研还是相对来说更soft一点 就是这个环境更温柔一点 因为毕竟有教授 然后有同学 然后整个的这个学术的环境 科研的环境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让学生更适合 对吧 它就是更适应一些 那当然这个行业内的话 就是更激烈 然后更残酷 就是可能也没有多少人会去带你 当然你可能会有你的主管 但是大家 就是说行业内 公司的这个期望 肯定是说我雇你 你就是要来做事的 但是科研的话呢 它还是相对来说 就是说有人去带你 有教授去带你 那这个区别于课程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课程中 还是完全是一个受教的一个状态 对吧 然后我是跟着这个学科的这个设定 我是去有考试 然后有写论文 那你在科研的这个维度里面呢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 比如说对你的这个考核 但是你的这个输出 就是你对于你这个课程里面所学的东西 要把它转入到一个有待检验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这种输出呢 就会要求会更高 但是同样的还是说就是有教授去带你 然后有这个组员一起去合作这样 所以我们要尽量去选择的这些科研的这些项目呢 就是一定是具有这些真实的 确实是教授在带的这个项目 他自己在做的这些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有商业价值 或者是有科研价值的这样一些事情 你再去做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有看到很多市面上这个 很多的这个在卖的这些科研项目呢 他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比例都还是在上课 就是不管是教授在给你上课 还是教授找了一个助教来上课也好 就是可能比如说是一个八周两个月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能前四周或者甚至是前这个六周 他都是在以授课的形式在给你讲 OK我这个科研项目所要所需要的这些专业性的知识 然后可能剩下的一点点时间来给你讲一下 OK我现在这个教授在做的这个科研项目是 怎么回事 然后可能给你一些简单的数据呀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开发的东西 让你体验一下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等于说你就是还是花了一大半的时间去学一个课程 你本身这个学校里面就应该有相关的课程 对吧你直接自己去选就好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额外的时间 额外的金钱去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这个方面可以去考虑一下 那当然哈 如果有些学生你的专业课本身上的可能就 有点打折扣 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就是不够 那你去报这样的项目就也也算是也算是合理 OK好 然后再就是第二个 咱们看一下项目的这个内容 有没有实际的行业工作和行业信息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去甄别一下 就是说咱们教授啊 他自己在比如说带的这个科研的里面 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比如说一些公司呀 或者说一些比较高精尖的一些学术的这些研发呀 或者说论文的一些发表呀等等的 就是这个一定是还是说回来 还是区别于他板上钉钉的一些课程的输出的啊 就只有这种行业内的在做的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他的含金量才会更高 那你才会区别于其他的学生去选择上一门课 因为你得到了很多的信息呀 你做的很多的事情呀 是别的学生在学校里面无法得到的这些东西 才会体现出来你的这个科研项目做的是有成果的 那么后续包括你去写简历呀 你去写文书呀 然后包括教授给你写推荐信呀 他才有的可写嘛 对不对 要不然他就只能说 OK我跟这个学生上过一门课 其实跟你学校的教授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好第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授的行业影响力啊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可能 我们可能跟国内的情况不太一样哈 就是咱们看一下美国这边 名校的一些教授哈 他基本上在校外呢 都是有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跟很多的大公司去合作 对吧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 所有的这些科研项目 咱们一会举例的这四个 那所有的这些教授 他们在外面都有合作的公司 有自己的公司 然后有自己在做的这些科研的事情 然后有这个 有这个拿资金 去做很多的这些项目 那他的这个行业影响力呢 是一定就是说 你能在网上能找到这个教授 比如说他的个人的主页 然后他获得奖 然后他跟 就是他很多地方有采访等等的 就是你一搜他的名字 你就能看到这些信息 那OK没问题 你去参加这个科研项目 你的这个含金量之后 你再去申请相关的这些专业的时候呢 别人也会更认可 像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了 有一位这个教授 他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行业的 这个这个创始人的这种这种级别的 那你想想你的这个推荐信 如果能拿到这个教授推荐信的话 他的分量是有多重的 OK 然后再就是说 后续推荐信是由谁来发 那么这个呢 有很多的这个外面的机构呢 他很取巧 他的这个推荐信呢 比如说他只规定给学生说 我只跟这个教授只能给你出 比如说四分五分这样的推荐信 然后剩下 如果你再有推荐信的需求 他只能是我这个机构 就是我这个联系人来帮你出 那这个可能会对学生来说 是也有一定影响的 你可能就要去 看你这个申请的学校里面 有哪一些比较重要 你就去让教授给你提交 对吧 剩下不重要的 你让机构去给你提交 那这样不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提交推荐信 他是会直接发到教授 他的这个学校的 这个EDU的这个邮箱里面的 那这个如果是他本人的 这个EDU的邮箱 再提交上去这个推荐信的话 这个可行度就非常高的 但如果是别的机构的话呢 就反正是这个研究生员 这个等一下 按照老师可以来解释一下 就研究生员会有疑问的 就说你为什么是跟别人来合作 这个项目的 不是说教授亲自带你的 或者为什么这个邮箱 不是教授的这个邮箱 就你可能后续还要去解释 那这个可能就很麻烦 OK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四个 这个判断的这个因素吧 来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 这么多的科研项目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 比较适合于自己的 OK 看按照什么要补充的 在我进入项目介绍之前 嗯 在这边有 嗯 好 咱们今天的话呢 就是来介绍四个项目 然后是分别囊括了 咱们的这个文科 然后也有囊括理科 那当然文科会稍微少一点 重要的还是理科 因为需求量会比较多一点 那咱们在这个 左边的这个海报上面看到的是 这个人工智能工程管理的 一个科研项目 就首先呢 解释一下我们所有的科研项目 都是有一位名校的教授 这个他亲自来带学生的 然后有一些呢 是按照班的形式 有一些是 像这个人工智能工程的 这个管理的科研项目呢 这个教授是可以直接 一对一的来带学生的 所以学生跟教授的 直接的沟通 然后以及 所有的这个沟通时间呀 然后 教授在学生的这个身上 花的精力呀等等 都是最大化的啊 就学生能完全得到教授的一个直接的指导 然后咱们这个项目的话呢 教授是来自于CMU 那就是卡内奇梅隆大学的 这个工程学员的 然后这个咱们的教授的话呢 他是本身就在 CMU来教课程 他有教这个编程课程 然后有教计算器方法 然后也有教这个工程信息的建模的 研究生的课程 然后他自己呢 也跟这个CMU的教授啊 有合办了一些这个企业 还有一些项目 在校外去做的 所以咱们学生参与的这个项目呢 其实就是啊 咱们教授啊 本身自己在进行的一些 这个行业内的一些 就实打实的啊 行业内的这些项目 所以学生能得到的所有的数据 然后他能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 也都是可以进行 经过行业检验的 那么在工程管理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吧 因为其实教授参与的项目是非常多的 那么指不定学生参加的是哪一个哈 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说啊 这个项目呢 是跟全美排名前10的克里夫兰医院 在合作的 那么他的主要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就是说利用这些真实的数据 然后通过呢 分析这些工程内部的一些设施 还有一些外部环境的一些信息呢 去主动做到对这些大楼啊 进行一些节能减排呀 或者说降低他的这些工程能耗 然后对这些设备的故障呢 进行检测 就是说他的这个 不管是经济价值呢 还是说他的社会价值呢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是我们在进行 就是跟教授来合作 来这个编排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希望说 教授能提供的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都是up to date 就是最靠近现在的 然后是现在正在发生的 很多的真实的这些数据 并且呢 就是说这个项目 它还是有这个商业价值 有这个社会价值 那么这个在后续 你的所有的 申请里面的这些描写啊 包括你简历上的描写 才会更有价值一些 OK 好 然后呢 这位教授呢 他同时也在带 很多的这种建筑的 这个 因为他本身是这个工程 毕业的嘛 所以他本身也在带 很多建筑的这种学生 所以呢 咱们的这个工程管理呀 然后包括像建筑 学建筑的这些学生啊 还有这个学数据的学生啊 学计算机的啊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 学生都非常适合 这个工程管理的科研项目 OK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右边的 这个海报哈 咱们这是一个文科的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 它是由咱们这个JU啊 就是啊 这个JU的这个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 然后他也是国际研究学院的 一个分析员 那么他出来带的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教授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教授 那么基本上我们 后期他学生了解到 教授之后呢 随便在网上去 随便一搜 到处都是他的采访 什么这个CNN呀 BBC呀 很多的采访都能够 直接在网上找到 相关的这些视频 然后他也是很多的 这种金融公司啊 投行啊 包括咨询公司的 这些这个咨询员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 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美国基金会的 这个高级研究员等等的 所以他的title是非常的多的 我甚至都需要花几分钟去念完 这个他的title 所以就说这个教授啊 咱们这个导师的背景呢 是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啊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就是说更加适合的是 比较文科一点的学生啊 比如说你可能是学这个 国际政治啊 或者说经济呀 管理呀 国际关系 公共关系这些 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 一些文科专业嘛 那你像这些专业的孩子 都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然后有机会的话呢 你可能之后做出来的 这些research 就是这些研究呢 还有可能在一些 智库的平台上 是能够去发布的 那当然这个要看 你们做的这个质量哈 对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 这个文科的项目 然后可以翻到下面一页 好 然后下面一页的话呢 是这个左边的这个 是咱们的这个 Samuel教授 来带的这个商业智能 和商业分析的 科研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它是以班级的形式 来进行的 那么它现在呢 就是也在招生 也在招生 它冬季会有一个班 那么这个教授呢 是来自 新技术与管理学院的教授 这个学院也是排名 全美第一的啊 在这个同专业里面 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然后它比较适合的 这个学生哈 就是你本身 你是学这个 CS背景的 然后你可能对 这个数据的分析啊 或者说 这个商业智能 还有这种 人工智能啊 这种Motion Learning啊 非常感兴趣的 同时你可能对 你当然也有这些 比如说数据啊 或者统计的一些底子 然后你对这种 商业范畴之内 去进行这种分析啊 然后这个 市场分析等等 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呢 都很适合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 同样也是啊 教授他自己 跟这个Uber公司啊 有合作一个 为了这个低收入人群 而专门建立的一个 福利项目的 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 比较有社会意义的 一个项目 所以学生呢 他参与进来呢 也是 他到时候在简历里面呀 或者说他在文书里面呀 是可以直接去写的 就是说这个教授 跟Uber公司合作的 然后这个项目呢 他其实设置出来 就是为了去 给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 去提供一些 这个Uber搭乘的机会 然后看他们能不能够 通过这样的一些 福利的 一些项目 然后去提升自己 找工作的一些 这个处境 然后去改善 自己的生活等等的 所以他这个社会意义呢 就也被带出来了 然后学生他接触到的 所有的一些 关于这个地理的 一些数据呀 然后这些用户的 一些数据呀 当然都是匿名他 但是他都也是真实的 他都是这个实际参与到 这些项目中的 这些人的 这些真实的数据 所以学生呢 他可以在这种 大量的数据里面 去进行一个 不管是分析也好 还是他后续的一个 对项目的一个提升也好 或者是一个建议也好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 OK 然后呢 像我们刚才介绍到 这些所有的项目的教授 都是可以 亲自去写推荐信的啊 就是他的这个推荐信 都是通过这个 EDU的邮箱去发出的 OK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科研项目啊 是这个 关于生物医学智能信息的啊 这个科研项目 然后像这个项目呢 咱们是 皮子堡大学的教授 然后他自己呢 也是有 也是有公司啊 也是在做这个 生物统计呀 然后包括这种啊 这个数据分析啊 人工智能啊 然后生物所有的 这些信息技术啊 跟计算机相关的 这些啊 这个科研啊 这些内容 然后啊 咱们啊 学生进来以后呢 他所能 因为啊 就是皮子堡大学的 这个医学院呢 他也是在全美 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所以学生进来以后呢 他其实就是了解 咱们的这个AI 还有继续学习 在生物医疗的 这种前沿的这种应用 比如说 我怎么去检测 这个药物的敏感呀 或者说啊 这个我的一些免疫系统啊 等等 还有这些啊 比如说那些药物 对于像我知道的 他可能前一阵子 在做的都是一些癌症的 一些药物的一些研发 然后一些信息的 一些追踪等等的 那么他所 学生所接触到的 所有的测试的数据 啊 这些啊 项目的一些报告啊 一些产品的 这些啊 背景的信息呢 也全部都是真实的 啊 然后那这些就是 呃 像这个项目的话呢 像咱们学生去学 你这个生物统计 啊 像生物统计都是 近些年比较火的嘛 还有这个医学信息啊 医学啊 这个生物信息 还有包括你计算机 可能有一些啊 这个industry 就是有一些 专业的偏好的话 你本身你可能就 比较偏生物啊 等等的哈 啊 或者是你这个数据 分析的这个专业里面 你也可能偏生物 这个分支的 咱们都比较适合 这个项目啊 然后还有一些项目 其实没有放 是因为啊 近期他还没有开班啊 一般我们可能 夏天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 这个科研项目会开班 所以大家可以啊 这个长时间的 关注我们啊 关注这个后人这边的 这个学术哥发布的一些信息 那刚才介绍这四个项目呢 都是现在可以啊 这个马上开始 然后可以这个 有很多都是一对一的啊 就是教授跟学生 是一对一来做指导的啊 这些都是能 马上来进行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 可能咱们啊 刚才安卓老师 介绍过整个的时间线哈 那如果说你可能 在今年的这个研究生的 申请阶段 还缺少你自己的 这个背景提升的话 你这些项目就是 你可以考虑的去提升 自己的一个途径了 OK 谢谢那个 薛老师对于项目的 一个分享 我稍微想讲一下 我自己的学生的 一个经历 我有这个 升这个 就是数据和商分的 这个学生参加了 这个CMU 这个教授的商业 智能分析的 这个科学项目 确实呢 基本上呢 在升CMU的时候 拿到了这个教授的 很好的推介性 而且确实拿到了 CMU的录取 OK 就是本身专业的这个角度呢 也是全美专排 就是顶尖的这种 同时像这个 生物医学智能啊 我们在过去 跟这个教授 也是有过这个合作的 对吧 薛老师我记得 因为我们有那个 学生成功的 升到了哈佛的 这个Biomedical的 这个专业方向 嗯 就是 也是研究生的 这个 那个申请 而且呢 学生本身呢 也是在皮特堡大学 读的本科 所以呢 就参加这个 教授的项目呢 确实也会比较方便 最后呢 在升学的时候呢 确实是拿到了 顶尖的录取 等于说是 OK 好 我这边来念一下啊 咱们这个 谁知道了 咱们就来回答 先从这边的这个问题 交互设计 除了准备作品级 还需要科研项目吗 UIUC的 我先从就业的 这个角度来说一下哈 因为还是这样 就是 嗯 大家要这么考虑 一件事情 就是你去申请一个 研究生学校 那么他所要看到的 更多的是 你的学习能力的 一个证明 对吧 就是你有能力 去完成更高阶的 这种学术的知识 所以呢 其实你在任何的 专业的维度里面 你去准备科研 去为了去申请一个 研究研究生院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错哈 你都可以去做 因为它都是 你学习能力的展现 那么case by case 如果说 个别的专业哈 在他的这个 就是实践性 非常强的 这个前提下 比如说 像咱们刚刚提到的 像交互设计 那你就是除了 在做科研的 同时你的实习 也会 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你所谓的 这个作品级 那你的这个作品级 除了说你课上 咱们去 不断地完善 你的这个各种的作业 不断去完善 你这个作品级 那么同时也是 得有这些 课外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 你不管是 跟着教授去做项目 还是跟着一个团队 去做项目 就是你通过项目 去积累起来的 这个作品级 才是最有价值的 就是你上课 做作业这些 你是没有办法 跟别的学生 去区别开来 你的这个特殊性 和能力的 OK 好 如何找科研 校外科研 怎么找 这个刚才 安赵老师已经说过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咱们所有的 不管是校内科研 还是校外科研呢 都是有时间线的 这个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 跟着学期制走 尤其是跟着美国的 像这种大的 这个招聘的时间线走 肯定都没有任何的毛病 就是你还是要抢这个点 你不是说 我到了夏天 我一拍脑门 我好像没课了 我去找点事做吧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至少是提前半年 或者是提前一年 你开始去考虑这件事情 开始着手去 准备自己 材料 各种方面的材料 你的简历 对吧 然后你可能有CVA 然后你有cover letter 然后你还有甚至作品集 对吧 你的各种的这种研究报告 然后你还要找心仪的学校 那么找完心仪的学校 找心仪的department 找心仪的教授 就是这些不是一两个月 短期之内能够快速完成的 也不是说 就是就有那么多学校 那么多项目就摆在那 等着你去找 所以这个时间线 一定也是要这个规划在内的 OK 如何找到美国的实习 针对准备留在美国工作的孩子 但找不到工作 只能读研究生如何平衡 是CS加Math的 UIUC的 UIUC这么多学生 OK 这个CS加Math的这个专业 首先很好 就是他也是这个 这个找工作一个 非常强劲的一个专业 那就如果咱们说CS加Math 这样的专业都找不到 这个工作的话 可以想象一下 其他专业的同学有多难 但是这个就是说 咱们读书 一个是 这个延长自己 就是求学 然后去学到更高精尖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的 一个方法 但是一定不要把它当成 是一个逃避 进入职场的一个 必备选项 但是像刚才 安照老师说 有些学生我可能会选择读二术 那么这个其实是 他们考虑清楚了 我的这个专业 到底对于就业市场来说 含金量怎么样 所以这个也就牵扯到了 可能大家的选择 比如说硕士的时候呢 我就要更加兼顾说 哪一些硕士读出来之后 更好就业 那么这个学院的 这个课程的设置 有没有利于我去找 这个毕业之后的这个工作 那如果说 我在本科的阶段 我读完之后 我求职遇到了瓶颈 咱们要具体冷静的分析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前四年 完全没有实习过 导致我去找这个 全职的时候 非常的吃力 还是说 我之前选课的过程中 选的有些问题 就比如说 可能我 这个选了可能 就比较好毕业的课程啊 或者说 这个选的比较杂 然后他没有这个 清晰的这种 职业发展的脉络 我今天还在看 一个学生的简历 就是他也是这个 还没有毕业啊 他好像是大三 然后他的这个 简历上写的 所有的这个 学校的项目呢 就是东打一下 西打一下 就是他虽然是学CS的 但是他既在里面 做数据 又在里面 做system 系统 然后又做软件 就是他整个 都这个 非常的混乱 所以他这样的简历 投出去之后呢 雇主看到 他也会非常的混乱 就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这四年 你好像学完之后 你有没有找到自己 所感兴趣的 那个分支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雇主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呢 都是去雇用这些 就是比较早就找到 自己清晰脉络的 这样的学生 因为他的专业知识 也会在这个脉络里面 去不断的去积累 所以他就 专业性会更强 那么咱们如果说 四年学完了 可以问问孩子 你到底学出来之后 咱们这个专业学出来之后 是做什么工作的 如果说他给您的答案是 莫能量可 我做什么都行 那估计肯定 还是没有找好这条路 那咱们在研究生的 这个阶段 就得帮助他 去找好这个路 以及说研究生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 我就要去做实习 才能够说 毕业之后 找到一个工作 如果说咱们研究生的阶段 还跟本科的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状态 是一样的 那这个 这个不好的状态 重复下去 你还是会得到 不好的结果的 OK 好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 就是关于 在美国找实习 这个事情呢 刚刚那个学校师 有提到 确实得提前 去做这个规划 跟你科研一样 对吧 你是提前六个月也好 还是说提前一年 去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理顺清楚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学生 他在读这个硕士的话 一定 不要像以前 就是说 我的GPA 我的成绩很好 所以呢 我是不是就 后面就无忧了 不是的 因为确实雇主呢 不会看中 你的这个GPA成绩 是 就是多数的 在美国求职市场中来说 很少有这个招聘的人 会问你在学校的GPA 是多少 你的成绩是多少 OK 更多的是 你能做啥 你有啥技能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 我以前也会遇到 很多学生和家长说 老师 我这个项目 可能就是一年 然后还可以提前毕业 我本来是两年 我可以提前毕业 然后或者是 我是本科 我这个四年的书 我只花三年 我就能读完 但是 最后一年 本来是第四年 可以再去读一年书 然后去做那个 就是 然后他就好好找工作 结果 读完 提前读 提前毕业的那些人 很多人可能最后呢 就是挤出来那点时间 都转换为焦虑的 找工作的这个时间 OK 就千万 就是读书和找工作 是两回事 但是你得 两条腿一起走路 然后呢 去认真规划好 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方向要对 同时呢 要一步一步去 就是说提早的 去考虑好 然后去 你要投简历 那你就要去投 但是呢 你得把人家 筹制市场 这个事情搞明白 什么时候招人 什么时候招的人比较多 什么呢 公司招的人比较多 等等 都得搞清楚 那你要花时间 在这个上面 而不是说 我只是读书 那我 我学了计算机 我又学了数学 我还学了一个别的专业 还有经济 甚至我还在 复修了日语 这个呢 可能就 不一定 你只有课程成绩和记录 但是没有实战经验 雇主不一定看得上你 就这样 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哪些学校不要GRE 生意游戏设计作品 极重要吗 英国本科 OK 其实哪些学校不要GRE 其实没有同一标准 它不按名次来排 就比如说 有可能 同一个学校 它甚至不同的专业 有些专业要 有些专业也不要 OK 计算机来说 比如说像过去几年 像UC伯克利这些 他们可能都不要这个计算机 而且他们还是计算机的 专排第一的学校 对吧 那当然 有一些学校 他并不是专排第一 但是他也提出了这个要求 这个呢 只能是说 你定的学校是哪样一批 那或者是你的目标 学校是什么 你要挨个的去做确认 有一些专业方向 比如说刚刚提到了一些 像这个设计 或者是 还有像教育啊 这类的专业 他其实有些学校 在升研究生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GRE的 这个要求甚至 OK 那给看 给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游戏申请游戏设计 作品极重要吗 挺重要的 OK 美言申请中 不同层次学校 或项目的申请差异 申请差异呢 这个其实我还是能够说两句 其实今天在准备这个讲座 前面的材料的时候呢 还是看了一下 我们内部的一些这个数据 多数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排名区划分 就我们按这个 通常来理解的话呢 按这个 美国新闻周刊吧 来说一下 综合大学的这个排名 因为研究生呢 要说排名的话呢 他的范围太广了 有时候有 咱且先用这个新闻周刊 的综合排名 因为研究生还分专排等等 对吧 但一般来说 如果是前30的大学 对吧 就从什么哈佛 耶鲁普林顺 哈耶普斯玛这些开始数 OK 一般如果你是前30的 这些专业来说 基本上 平均你的GPA呢 就是4.0满分的这个学生 你至少还是得要 比哈佛的分数 在3.7 或者是3.7 加这样一个分数 那有些人说 老师我3.65 是不是这些学校 完全没有可能 那也不一定 对吧 那像我刚刚说的 那你如果只是3.69 3.68的分 结果你有那么多的科研 那么多的实习 人家也能看上你的 其实OK 但是呢 分数上来说 如果你的GPA 跌到了3.3 或是以下 3.4 3.3 左右 或是以下 你可能适合 更适合申请 50到60段位的 这些学校 可能会更多一点 OK 你可以去努力冲 40啊 前30啊 这种 但是呢 那些学校呢 如果这个专业 本身又是 他们的一些优势 专排比较高的 这种就是学校的话呢 大概率 你可能是录不上的 OK 当然也看项目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这个分数线的 这个差别 还是会有的 那GIE刚刚有稍微解释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 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差别 因为确实 这个GIE的政策呢 其实在过去几年 主要更多的 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嗯 它不是因为学生 呃 比如说能力的高低 而是之前疫情的时候 有些学生 确实没有办法去参与考试后来 又转为现场考试 各个方面等等 一些条件原因 学校呢 就觉得啊 综合过去好几年的 这些录取数据 觉得好像GIE高和低 对这些学生呢 这样没有什么 太多的一个就是 说明 所以呢 有些学校就取消了 对GIE的要求 OK 当然 前面在讲座的时候 稍微有分享 如果你确实 还是想要申请好的学校 有呃 或者是就是 顶尖类型的这种目标 对吧 我还是借你去考一个 那万一这个 你想去的学校 它本身就是要 硬性要求要提交 GIE的分数的 结果你没有 那这个学校 你因为你没有分数 你提交的申请都没用 你的这个申请不完整 不会走到审核那一步 直接被打回来 申请不完整 所以呢 直接就拜拜 OK 那 你没有GIE的分数 可能会导致你的选择 会非常的少 当然还提到了 刚刚那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在 GIE的成绩上 是有硬性的 这个硬伤的时候 对吧 考一个GIE 还可以做点补充 对吧 当然GIE 也要稍微考好一点 不能考太差了 对吧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一般呢 嗯 确实就稍微好一点的 学校的 还是更希望 就是说 有高的这个 GPA的分数 和GIE的分数的同时呢 你还得要有一定的 这个丰富的 这个背景 近几年来 不只是说 国内升学也好 就业也好 很卷 美国也非常的卷 这几年尤其 OK 以前早在七年前左右 五到七年前左右 一个高的GPA的 这个本科的这个成绩 你大概率都能录到 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可能那个时候 你手上没有什么 太多的科研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实习 但是 现在只有一个好的GPA 你大概率呢 可能会被这个学校考虑 但是呢 你能不能拿到录取 还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手中 有实习的科研 这个稳定性和程度 可能会被提升很多 OK 因为确实 一个是看 你有没有研究能力 对吧 第二个是 其实高校开设 不同的研究生的项目 他除了 对吧 教育确实是 做成了一门生意了 可能我赚点你的学费钱 但是呢 他也得还对你负责 最后你的这个产出是什么 那我们这种研究生 所有的这种研究生的项目 多数来说 求职和就业 还是他的一个落脚点 是你的目标 也是学校 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其实 OK 所以那你本身没有这么多的实战能力和经验 其实你不是个那么好的潜力股 对吧 所以呢 能不能看得上你 那也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也会是 就是不同层次的学校 拉开差距的一个 就是 另外的一个因素 你的背景的这些 就是经历 OK 孩子美朔明年五月毕业 正在跟着教授做科研助理 预计明年八月完成论文 申请博士的话 今年申请和明年申请哪一个更有利 我跟程翰老师 有一直在带这个博士申请的学生 包括常规的这种专业方向 计算机也好 还是说 这个心理也好 以及这个 神经科学吧 对 我们之前是做神经科学 还有 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职业类博士 比如说医学博士 你是明年五月份毕业 然后呢 正在跟着教授做科研 做助理 预计明年八月份 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在这句话里面 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学生 他的科研的 这个时间的长度 跨度 OK 还是说 他的所有科研经历 只有这一段吗 以及他是不是只有这一个 这个 最后的论文的成果 就是他以前 还有没有过一些 其他的这个经历 一般呢 博士的话呢 我们 我们至少自己手中拿到录取 学生很多都是 两年三年 甚至更多的 这个科研的经历 OK 包括比如说 呃 我们有一个 在UC伯克利的 这个博士申请者 他从大二开始做科研 大三 大四 然后大四毕业 他没有去 虽然没有读研究生 因为他申请直播 但是他用OPT一年的 这个OPT的时间 继续去做科研 做这个实验 OK 然后呢 在整个过程中 他不只是跟着自己学校教授 做科研项目 还有很多海外 包括牛津剑桥的 这些教授 他都有项目的 这个参与 以及参加这个专业领域的 这种学术 顶尖的学术研讨会议 甚至 就是不只是去混脸熟 而是帮助教授 做了很多事情 有产出去做 所谓的这个 就是演讲的那种 OK 做陈述的 OK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学生 他的一个目标 肯定就是申请 非常AAU大学联盟里面 顶尖的那一类大学的博士了 那可能就是哈佛啊 斯坦福啊 等等这些了 那你们这个家长的孩子 能不能是明年生 还是后年生 取决于刚刚说的 一 他的这个科研的长度 到底除了这一段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 第二个就是 他的专业方向 和他的这个 那个博士的目标是什么 那一般呢 如果你要去非常顶尖的 我觉得这个科研经历 不是特别多的话 那我会建议再缓一年 多做一点科研 对吧 再多一点这个产出 同时呢 多跟教授去跑几个场子 OK 这个很有必要 但当然 那看我们的目标是 只要有博士的录取 这个学校是 特别靠后的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那无所谓 但还有一点多加一局 一般博士呢 95%以上 还是确实都能够拿奖学金 所以呢 读书的这个废物上来说 还是 不用太担心的 是不用太担心的 这样拿到博士录取 但是确实有些人会跟我说 老师 我推迟一年也不是不行 但是呢 我很考虑我的经济问题 这也是一个考虑的 那个因素和内容 对 但是科研的这个背景 经历 长度和深度 还是最重要的 决定了你是今年 还是明年深 对 如果你要是今年深的话 那今年12月份 12月中旬之前 你得把所有事情调完 你现在准备好了没 没有准备好 那你就可能 大概率要明年再深变好 申请热门学校专业的硕士 GRE成绩多少合适 GRE的分数 其实刚刚有一直提到 对吧 有些学校可能没有异性要求 甚至都不交 都不用交 但是 如果你一定要有 首先呢 GRE呢 不是说 跟托福一样 有最低的语言标准 它是一个学术考试 那个GRE 所以基本上 95%以上的学校 不会说最低要多少的GRE 他只是说 我要还是不要GRE 这个事情 OK 极个别学校 他呢 也不会说最低要多少分 他是会告诉你 就暗示你一下 我们 这个项目呢 平均的学生的GRE 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那个数据可能对于你来说 会更有参考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刚在讲这个 正好这个屏幕上的 这个案例的时候 说到这个学生GP4.0 然后呢 他考了一个329的这个GRE 我认为这个分数很匹配的原因是 因为你刚刚这个问题里面 我也想说一下 就学校它有个 就是可能有一个这个平均数 能够提供给你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也得看一下自己 比如说你的GPA 就是你的平均的这个学术者成绩 4.0为满分的时候 如果你在3.6左右 我可能会建议你的这个分数 要在325加左右 OK 就好比方说 如果你的这个学生 他是一个4.0的满分的学生 结果你考了一个3.1的GRE 我认为是不匹配的 OK 就等于说 你只有6码的脚 但是你买了一个9码的鞋 或者你买了一个3码的鞋 这个它有一个匹配性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 OK 所以呢 你最好是就是 学校也没有最低标准给你看 你最好是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水平 如果学校有出平均分的 这个区间的话 你就参考一下就好了 对 请问美本大二 正在做第二段科研直播 需要哪些条件CS 其实刚刚直播 我刚刚讲那个艾蜜亚 还有就是分析前面那个 说是今年生日明年生的这个事情 其实大概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啊 就做第二段科研 还是说 还是那句话 你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科研 有多久了 对吧 然后不过你这个学生是大二 可能稍微就 还是 就是时间还是很充裕的 我觉得这点 这个学生 我会非常喜欢 如果是我去指导的话 因为可塑性非常的强 继续做科研 OK 然后呢 大三大四继续做 然后当然也看你的这个专业方向是什么 有些专业方向呢 甚至是你如果除了科研以外 你还有能够去做实习实践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加点这样的精力进去 OK 科研肯定还是会是你的这个正体 而且你得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学生在这个科研里面 他每一周花到的时间是多少 比方我之前有个在清华毕业的这个学生 他的那个科研的精力就非常的 就是就是含金量高 原因在于他在有些做科研项目的时候 一周可能会花掉一个项目 他可能要花掉20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他还得是一个全职的学生 所以呢 他可能手中还不止一个项目 他基本上累积出来之后 他的那个就是学术履率里面 甚至把那个时间呢 都统计的非常的好 就是多少1000多个小时 是用在哪个项目上面等等 然后这个项目的产出又是什么 这种我会觉得 当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直播没什么问题了 OK 然后呢 做第二段这个科研的这个家长来说的话呢 我也会建议就是孩子在科研中 尽量的去有这个产出 这个很重要 OK 然后同时定好自己的这个既定的 专业目标的这个分支方向 把这个分支方向定好的时候 去查看业界目标院校的这些教授 把这些教授的具体研究领域 还有他的这些就是发表的论文 多去拜读 拜读了之后 基于阅读的这个基础 和了解的这个基础 还有跟自己专业方向是匹配的情况下 去找教授 OK 就有点像找工作的时候 投简历一样 那人家能够看上你的时候 他给你回信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这个沟通啊 你们俩都就是彼此都非常的有契合度 他看上你的 你也看上他了 OK 这个时候你去直播可能申请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更多像是一个走流程了 OK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在这个德州 在这个德州奥斯汀的一个学生 他呢 申请德州奥斯汀的 他是申请德州奥斯汀的这个博士 他在申请博士之前 确实就是因为这些表现非常好 而且跟教授搭上了 而且在直接去到这个学校的实验室 搞了半年 最后在拿到录取的时候呢 比较顺利成长 因为他已经在这里都有半年的经历了 那个招生啊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教职吧 教职的这个委员会就说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也熟悉他 然后他不只是一个随随便便来的申请者 他他为这个事情和为在这里工作的 这个半年实验室工作的半年时间 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 此前和过程中的表现 所以他拿到了录取 而且拿到了全球教授军 OK 老师您好 芝加哥大学CS硕士怎么样 芝加哥大学本身从排名上来说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芝加哥大学近几年呢 确实也开了很多 就是五花八门的这个STEM的这个项目 芝加哥大学本身的CS项目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看你们自己来怎么升了 但是芝加哥呢 就属于就业地理位置 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其实而且从很多安全的这个角度 考虑的很多学生 加上有点后怕 OK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对 这个路本 GPA3.8 有不太深入的科研经历 雅思7.0 GRE323 能申请到美国ECE相关的什么层次的学校 这个还蛮具体的 3.8什么 嗯 GPA3.8 如果这个3.8分呢 它的给分基础是满分4.0 而且这个3.8确实做了这个WES 这个事业成绩单 这个成绩认证 最后认证出来也是3.8 我会觉得这个学生呢 其实除了加以稍微有点硬伤啊 而且科研可能如果不太深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但是从GPA和雅思的这个角度来说 学生能生的学校还挺多的 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 因为你这个让我想到了 我两周前的另外一个学生 你可以去努力冲向卡内基梅隆 UC伯克利 然后康纳尔纽约大学 华盛顿大学 佐治亚理工 南方还有一个德州的这个莱斯 就是南方哈佛的这个赖斯 还是莱斯大学 OK 大家不同的叫法 南加州大学 然后像这个 还有这个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你都可以就是多深 你在这个中间 你一定能够拿到 就是肯定不止一个录取 OK 然后呢 其实ECE呢 我想稍微多讲一下 因为其实最近有很多家人在问 这专业方向呢 其实在美国呢 有一些学校呢 也叫ECE 但是呢 有一些学校不叫ECE 他们呢 其实可能会把它稍微分一下 因为ECE里面呢 它包含两个层次 有一些呢是偏重 就是所谓的这个电子工程的这个方向 还有一个呢 是偏重 像这个计算机硬件 计算机工程 那你的这个孩子 选择的那个专业方向 或者是他的分支 可能有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还得挨个的认真去看一下 我刚刚念的这些学校 他的研究生项目的这个设置 到底是什么 OK 因为其实如果是PNEE 那么他的这个学的内容也好 还是说未来就业 可能还是确实会有不同 OK 那学的又是计算机 靠硬件的这个部分也是 OK 那稍微好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确实是 有一些学校你在像 比如说你申请各大也好 还是说康纳尔这类学校 你去走EC的方向的时候呢 他肯定还会问你 你在填申请表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 你整个大的方向里面 你有哪个小分支想走啊 你是想走 就是比如说你是搞电子系统 搞电路集成啊 这个部分 那你可能要选WE了 对吧 那但是如果你说 其实我更想做计算机硬件 那你可能就得去选 这个CE的这个方向了 OK的这个分支 但不管怎么样 你进到这个方向去学习 进到了 拿到了学校录取 我会建议呢 确实就是说 很多学校除了有一些硬性的 这个核心课程要求完成嘛 对吧 其实学生还有很多的 这个丰富的选修课程 可以在研究生的阶段去学 然后同时呢 拿就是拿到研究生的 这个学位证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学校其实是 又甚至同时开设 AI的这些课程的 OK 当做选修 我的意思是 还包括像这个 嗯 嗯 computer vision 嗯 视觉这一块 OK 嗯 所以呢 从就业的角度 我会建议你选好方向的同时 然后呢 在选修课的时候 也多把握一下课程和技能的 这个学习的机会 OK 这样后面在 整个研究生的过程中 除了好好学习 能够多学一点技能的同时呢 其实在就业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 给到一些这个加分 因为你的课程和技能 多一点 啊 每本大二刚开 刚准备开始科研 已经找到 如果一直做到大四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嗯 请问老师 孩子现在 威斯康辛 麦迪逊 艺术 GPA4 有没有相关的 深研的建议 深研的建议就是 首先一 研究生的专业方向 是不是还是要走艺术方向 艺术又是哪个方向 是设计呢 还是什么别的 对吧 就是艺术的范畴确实也特别大 还是得要定好 这个研究生的目标专业方向 是根本的对口 还是不对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是决定不学艺术 走别的专业方向了 那就看一下 新的研究生的 这个目标专业方向 有没有先修课程的要求 有 趁着你还在 威斯康辛 或者是 还没有毕业 对吧 如果有先修课程要求 赶紧把先修课程的要求 满足掉 OK GPA4.0 这个分数其实 不管你是艺术 还是非艺术专业 都挺好的 OK 而且本身 威斯康辛麦迪逊呢 就需要除了这个地理卫视 偏一点 然后天气冷一点 其实需要实力 学术能力 学术实力还是挺强的 OK 所以呢 可以 从单纯4.0的角度来说 我会觉得你的选项呢 选择会非常的多和好 但是当然也得看你的专业 如果你跨专业生的话呢 这个专业给你原来专业 八根打不着 我们可能点一对一 再沟通一下 比较好 OK 好 大家就是不管是在看啊 还是说刚刚进来的 都可以点我们那个 程康收留美的这个 抖音账号 点关注 还有包括前面 就开始在做这个 介绍的时候 程康收留美 有这个短视频的账号 大家都可以搜索 然后点击关注 每一天 每个星期都有非常多的 干货信息 非常直白的 给到大家做这个分享 对 然后如果有更多 关于不管是直播 研究生申请 科研项目 甚至是求职 就业相关的规划 提供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些 难题和困难 都可以就是找我们 这个就是后人的官网也好 还是说直播间的 这个客服 然后呢 来联系我们 我们来做 就是安排 专业的这个顾问老师 做一对一的 这个咨询沟通 给出专业的这个建议 OK 好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 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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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уки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